我之前有每一年應該有拍過 拍過那些就沒有拍外景 就是拍一個廚房 好像廚房紙或者離開廚房紙 那拍一拍就有一塊 就有一個朋友他要做一個比賽會 他要推廣 就是鼓勵那些人隨時怎樣比賽 然後就拉隊來這裡拍 其實那時候不是拍我 他們三個平衛就沒有什麼喜歡說話 他們就說 衛少爺你這麼刺渣不如你講一下 那後來我說不再跟你說我刺渣 都沒有理解 那我就假裝了 走下來 然後就去廚房紙求回我 死的網路來啦 Sorry 那情形之下 你知道師傅在廚房紙外面心很燙 都沒有衣服 然後我就去廚房去拍 那我拍了他 他回去看了他很喜歡 他很喜歡 然後後來就聚會那個導演 那導演就說 我找這個 即是很急的那個華麗台呢 就一直吹要開拍這個東西 那導演的話他就找 大概三年都找不到 但是那個華麗台的高層就叫導演說 不如你找出去新加坡香港 那導演就堅持要馬來西亞 他堅持要馬來西亞 那後來就 我朋友那個叫Lily介紹給他認識 那他就上來吃飯 後來他 他頭一陣子是他 頭一陣子是他跟總監 Lily來吃飯 那他來到那時候 他跟我說 你跟我聊天 就是問我一些東西 後來問我 有沒有興趣拍攝 好 拍攝 什麼 好 行啊 沒收拾 就拉隊 進去廚房 然後我想到是這樣 不是這些 然後我說不是啊 這次要拍外景 不是我拍過 我沒有了 然後我說 我馬上說要拍外景 後來又跟我說類似感 那我想一下 那些難度很高 那我跟他說 都是沒有了 因為我已經有了 不要搞這麼大 然後沒有了 沒收拾 然後再聊一聊 他們就走了 下次幾天來 那天帶了Jojo來 Jojo 導演和總監製 他們來的時候 Jojo坐在中間 後來 Jojo 導演 看著Jojo 總監就看著Jojo 然後Jojo 抹頭 他們三個都抹頭 然後Jojo說 師傅你站起來 那我就 有一點效果 我站起來 不過這些東西 其實我的性格是這樣 就玩一下 我就起來 我就擺幾隻POSE 砌給你看 然後 後來 他們就說 OK 沒有問題 我說不如拍吧 我說 都是 他們 大三位最來的時候 在位 一句子